台中大渡区一家超市停车场的出入口 车辆禁出 车流量很大 一名女骑士要左转进超市的时候 不慎跟对象的机车发生碰撞 两车在车道上撞成一团 发出巨大声响 骑士也惨衰在地 而这已经是这个出入口 11月至今发生的第四次车祸了 引发民众抱怨 更被当地的住户称为超危险路口 超商外头车辆停了一整排 一名女骑士来到黄网县要左转进超商 不料三亿秒意外发生 碰的一身女骑士 以对象骑士发生碰撞 两车撞成一团 骑士惨衰在地 鞋子也跟着喷飞出去 车回意外翻在30号晚间八点多 在台中大渡中正路一家连锁超市前 张欣女骑士右转转进超商 没注意离让执行骑士 导致两车发生碰撞 你这么短 他一转过去 他一上来 没有时间反应 这个问题从他开幕到现在 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 惊喜的画面曝光再度引发民怨 因为该路口车祸平传 光是11月就发生三起车祸 事隔一个月又发生第四起 被当地住户称为超危险路口 张领机车 右后车身轻微碰损 房里电动二轮车 前车头一轻微碰损 姓双方均会受伤 警方表示该造势路段 警方除了加强取缔违规 驱公所在9月10月办理会刊 完成环网线调整 无奈车祸依旧平传 除了提醒民众 行进该出入口多加留意外 后续驱公所也将在演绎改善 或设置警示标志 减少车祸发生